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因奇葩说走红的音乐人脏洪飞被网友爆料疑似婚内出轨 据悉 在网友提供的时间线索中 脏洪飞至少是在和妻子离婚前就已经和现女友在一起了 前段时间 脏洪飞女友少雅Shiaiink的文庆祝和脏洪飞五周年纪念日 但是网友发现 脏洪飞在五年前还和妻子范大人来也互动频繁 两人当时并未有离婚迹象 据爆料 范大人来也是脏洪飞的妻子 两人还有一个儿子 此前两人在网上上的互动很频繁 15年2月 范大人来也曾发文讽刺情人 如果不让丈夫回家陪老婆孩子过年三十 那就离下岗不远了 似乎早已经知道脏洪飞的婚外情 并且保持容忍的态度 两个月后的15年4月 少雅Shiaiink发博文并且艾特·脏洪飞 两人一同前往泰国度假 刚陪完老婆过年 又陪女友度假 看来脏洪飞真的很忙 脏洪飞报婚内出轨已达五年 妻子三年前疑似喊话小三近日 有网友爆料奇葩说选手脏洪飞疑似婚内出轨 女友少雅3月28日发文表示和脏洪飞在一起五周年 但是脏洪飞妻子2015年在网上还暗示没有离婚 据悉脏洪飞和妻子有一个儿子 此前两人在微博上的互动很为频繁 2012年脏洪飞更在微博表示 儿子第一天上学希望你好好消化和理解学校 教的东西和社会放松并享受你的学生时代 爸爸最爱你 但2015年被质疑曾陪老婆过年后又带女友度假 脏洪飞妻子2015年在网上发文 作为情人 她的男人每天都会和她在一起 却容忍不了年三十回家陪老婆孩子过年 那她离下岗就不远了 她发文称和婆婆过年包饺子 疑似当时和脏洪飞依旧处于婚姻关系 而网名为少雅的女子3月28日晒出和脏洪飞的亲密合照 并配文 这两个人晃晃悠悠悠过了五年 估计自己也都没想到吧 纪念日快乐 最近俩人工作都有点忙总算时间碰到一起吃顿饭 在一起五年的言论让网友质疑脏洪飞疑似婚内出轨 孙丽那年花开丰厚 邓超及邀功结局惹鼻酸女星孙丽演技精湛 实力备受肯定 去年她演出的那年花开月正元大获好评 日前她评该剧夺下戏后 让老公邓超相当骄傲 更在微博邀功 但最后她却发现老婆根本没提到她 被粉丝严于结局争凄凉 孙丽以那年花开获得第31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她先前曾夺精英奖最具人气女演员 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集满中国三大戏剧奖 成为最年轻的大满贯戏后 孙丽开心地说 我特别想推荐自己 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我有更多时间可以去拍戏了 有好的剧本一定要快速砸向我 让粉丝们相当期待 邓超随后也PO出一张老婆上台致辞的照片 自恋地说 孙丽老师您身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男人吧 但最后她心碎表示刚反应过来 获奖敢言一个字都没提到我 我去睡了安 粉丝们看了笑说忽然觉得你有点可怜 那个男人应该是儿子 就连陆寒也贴出一张恶搞邓超的图片 调侃他是伟大的男人 让邓超崩溃大寒 你有很多图在我这里 搞笑互动逗乐粉丝 寒更手暴退SJ原因 一句绑架人生抱舍战 34岁中国男星韩庚 过去为韩团Super Junior成员 2009年退团返乡发展 近日上节目首谈当年退团原因 韩庚或腰致圆桌派当嘉宾 聊起偶像话题时 他认为男韩人眼中的偶像 不外乎长的好看 会跳舞 粉粉嫩嫩 大批粉丝支持 自己当年也是这样 加上属于偶像男团 公司得时时刻刻把观形象 将团体的利益放低 一 虽是偶像男团成员 但韩庚心里却是想当名演员 我想做演员 你说我在30岁 还是在组合里蹦蹦跳跳吗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经多方面考量 他决定和公司高层协商 但始终没得到结果 最后选择放弃偶像身份 反乡独自发展 对于粉丝流失的现实面 韩庚坦言需要粉丝 但肯定不能说 让粉丝很多的东西 来绑架你的人生 节目播出后 粉丝支持韩庚的选择 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不要受他人控制 但也引起许多批评声浪 认真想了下 他粉丝真惨 需要的时候捧红了他 不需要的时候就变成绑架人生 根本就是高人一截 看不起自己的粉丝 30岁蹦蹦跳跳 怎么了 你做不到这一点 也不要污蔑这个选择 李佳颖很甩位婚夫导演 无逢皆鬼秘 恋软 今天35岁李佳颖 外形清新甜美 靠着莫菲 这就是爱情爆红 2016年和《碧曲女人》导演 与中中交往 一度传出好事尽了 上月初却惊爆两人农历年前分手 且他是答应求婚后才后悔 让与中中伤透心 镜周刊今更加码爆料 李佳颖在分手后 火速就恋上徐伟明的前男友软惊天 而两人其实早在去年10月就默默开始发展 难怪于中中分手后 镇日酗酒 激进崩溃 据报道指出 阮晶天跟李佳颖这对组合 在圈内已经传了好一阵子 两人因都是陈一涵好友而熟识 圈内也流传 于中中被李佳颖分手分得莫名其妙 明明交往两年 还答应求婚收了婚戒 最后竟是女生提出个性不合而跟男的分手 导致于中中好一阵子都在急久交仇 奇妙的是 李佳颖跟于中中也是陈一涵介绍来的 阮晶天报接送情 新欢竟是导演前女友阮晶天与徐伟明分手后 好一阵子没有爆出身旁有新欢 一度传出可能复合 但如今徐伟明早已与男友刘又年打得火热 不过她遭到镜周刊跟拍 在台北开着BMW 车上二女一是经纪人 另一名则是刚与导演与中中分手的李佳颖 据镜周刊报道 阮晶天先是接了李佳颖上车 在车内热聊约20分钟 遭到警察赶车后 才开车接到警纪人 最后把两位女生载到餐厅 自己就离开了 而两人认识似乎是由陈一涵牵线 李佳颖与于中中分手后 日前出席活动快闪不受访 据悉 去年于中中还曾求婚 两人也见家长讨论婚事 女方却突然以个情不合为由提分手 让于中中非常痛心 这段时间经常急久交愁 而李佳颖在演艺圈堪称发电机等级 曾与马志祥交往 与张书豪 唐宇哲都曾传假戏真作韩庚首报退SJ原因 一句绑架人生报舍战 34岁中国男星韩庚 过去为韩团Super Junior成员 2009年退团返乡发展 近日上节目首谈当年退团原因 韩庚或腰致圆桌派当嘉宾 聊起偶像话题时 他认为南韩人眼中的偶像 不外乎长的好看 会跳舞 粉粉嫩嫩 大批粉丝支持 自己当年也是这样 加上属于偶像男团 公司得时时刻刻把观形象 将团体的利益放低 虽是偶像男团成员 但韩庚心里却是想当名演员 我想做演员 你说我在30岁 还是在组合里蹦蹦跳跳吗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经多方面考量 他决定和公司高层协商 但始终没得到结果 最后选择放弃偶像身份 反乡独自发展 对于粉丝流失的现实面 韩庚坦言需要粉丝 但肯定不能说 让粉丝很多的东西 来绑架你的人生 节目播出后 粉丝支持韩庚的选择 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不要受他人控制 但也引起许多批评声浪 认真想了下 他粉丝真惨 需要的时候捧红了他 不需要的时候就变成绑架人生 根本就是高人一节 看不起自己的粉丝 30岁蹦蹦跳跳怎么了 你做不到这一点 也不要污蔑这个选择 大概有但是 免得 warrior